人活性代表其实比较是这种的状况 是有发生在各个年龄层 然后以及可能 其实在各个性别上 我们会发生 所以我们才会有不同 就是有一个是生命男生的时候 台湾的性性防治法才通过 所以其实它是14年前的时候 才通过这个法案 所以其实很多是14年 像我们刚刚的数据里面 都有显示很多是更早期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 其实在整个政府的 在那时候的计划上 是没有这部分的推行 所以其实卫福部期待 成立这样子的性性派防治中心 我们的幸存者的性性派防治 都这些资源的部分 是希望可以协助到更多早年 然后政府没有办法提供到这些资源 所以其实他们是很 很在乎在 这些黑洞里面的一些个案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一块 卫福部为什么特别的期待 我们这个计划可以去推广更多 好像这个在 复原中心其实呢 是为福部成立 然后希望透过呢 这个创伤复原中心的计划去协助 早年有性侵害经验的幸存者 然后呢可以勇于的求助 还有提供相关的资源 民众我们会比较会有的是免费的这个心理咨询的服务 心理辅导服务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也会办了一些团体 团体辅导的部分 所以也是免费的部分 甚至对民众比较直接的服务 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资源的媒合来帮助 然后还有一些课程的部分 来让民众知道说相关一些资讯 这个服务目的其实也包含就是说 我们要透过教育宣导的方式 让早年受到性侵害的这个被害者 他们可以在之后 我们这样一个黑数 然后让他们可以找出来 然后让他们知道我们这样一个资源 所以我们还可以来介入这样子 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目的 这样一个服务基本上 我们会有一个很专业的东西叫保密原则 所以基本上他进来做这样一个服务 或是比如说他所说的一些资讯 是不会对第三人去做公开 跟去曝露 所以这个我们会绝对保密 他的个资跟他们在专业人员上的一些资讯 这是我们的专业伦理 那我们的团队是哪一些专业的团队来提供服务 好 那我们的专业团队主要组成由这个社工师 还有我们的心理师来做一个主要的组成 那来做专业的一个评顾跟写足介入这样子 然后我们有在上面去刻画一些可能是受害的故事 我们有这样的层面 比较是一个可能受害的故事 或者是说关键词以及一些迷思的呈现 然后伤痕的部分其实代表的是一种 可能是在他们性创伤的一个呈现 我们是用具象化的方式 用这样的刮痕 然后我们就呈现那个创伤 然后OK凤跟爱琳 比较是代表着治疗跟疗愈的一个呈现这样子 我们大家一起向左边看 我们大家一起向右边看 大家一起看正中间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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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